这就奇怪了,看到出口的不是第一层面也不是第九层。 怎么偏偏是这第八层啊? 胖子问道。 粉丝们也是得一头雾水,不知道为何在这第八层怎么会看到出口。 天真道。 这应该是一种巧合吧。 宋唐文言一笑。 天真不愧是天真,真是一语中的。 没错,这就是一种巧合。 真实的情况其实并非如此。 宋老二看到出口后,就忙招呼秦阮和淡尔过来查看。 三个人轮流看,终于是确定这上面罕见的一小片亮光,那就是出口。 只是这个出口好像距离他们非常的远。 可能看到出口就已经足够让人兴奋了。 他们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? 当下三个人马不停蹄地朝着第七层就爬了上。 这里所说的层数,对应每一层的浮雕个数。 到了第七层一看,亮光好似近了一些。 他们紧跟着往第六层上爬。 后是第五层,第四层,第三层。 他们爬得快,可头顶上的出口亮光却是根本没什么变。 永远都是这么大。 就好像是一处永远无法触碰到的海市蜃楼一样。 当他们从爬到第一层的时候。 头顶上的亮光还在,且已经变得比前更加亮了。 显外面天更亮了。 可他们确实永远就是够不到这个出的洞口。 三个人有些绝望。 秦阮更是身心俱疲地瘫坐在地上,说道。 这就是一个我们永远都追不上的出口。 我们肯定要死在这里了,和当初罗巴头的那些手下一样。 被困在这里,永远和这些海鲨为伴儿了。 说住秦阮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 宋老二叹了口气,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但尔是个狠街的人。 此前没有看到出口,他有些害怕。 可此时已经能看到出口,却是始终追不上这就让他有些恼怒了。 二哥,要不我们继续炸。 打不了把所有的牧师都炸塌了。 我还不信,我们初步。 你疯了。 秦阮文言忙起身道。 战国墓善用砂石机关,这牧师周围恐怕填了大量的海鲨。 头顶上有牧师想连接还行,你炸了侧面海鲨涌进来,我们会被活埋的。 真的假的。 但尔显不信。 虽我们这里见到了不少的海鲨,可如果牧师周围真的填了大量海鲨。 我们在牧师头顶开了窟窿,那些海鲨流动性那么好,怎么可可能一点都没留下呢? 说住但尔照了照地面让两人看。 这地面上果是没什么海鲨。 就算有也是非常少的一两颗。 宋老二听着他们两个人的对话,总感觉好似抓到了一些什么线索。 周围填了大量的海鲨。 牧师又是循环结构的。 海鲨又进不来不对这不对宋老二想着忙道。 海鲨不是进不来,是进来了又出了。 你们想我们第一次进来,第八层的牧师里地面上有一片沙堆。 是从入口滑下来的。 我们第二次进来,地面上也有沙堆可后来就没了。 外面的风不可能吹得这么干净。 肯定是有机关,将进入牧师的海鲨都给清理出了。 想着,宋老二忙起身看。 可这一间牧师里的海鲨早就不见了。 根本没有能参考的东西。 宋老二想了想,忙取出了水壶,将里面的水倒在了地上。 但儿见状有些心疼道。 二哥,我们可没多少水了你这是干嘛呀? 宋老二道。 我们这里没有沙子,只能用水代替。 你们等住,我已经快想到办法了。 随着水被倒在地上。 很快他们就看到,水果开始起了变。 倒在地上的水,竟开始朝着其中一侧的牧师墙壁流了过。 且不是一部分,是全部这显说这牧师的地面并非是水平的。 是有一个非常小的坡度。 小道人根本察觉不出来,可水却是能顺着坡度往一个方向流过。 海沙非常的细腻干燥,流动起来就如同水流一样。 这也是宋老二用水的。 三人忙顺着水流跑了过。 很快他们就看到,这些水竟在抵达牧师墙壁的时候。 接进入了牧墙里面,后就消失不见了。 宋老二趴在地上,用手电筒照。 这一照下,他顿时就看到。 在这牧师墙壁的地面上。 裹有一排非常小的孔洞。 如同黄豆一样大小。 如果不是蹲下来仔细看,还真发现不了。 入口附近有很多的沙子,为被水打湿了粘在了一起。 险前进入这牧师内的沙子就是通过这些孔洞从流了出的。 难怪这么多年下来,没有一个牧师没海沙填平的。 来都是这么被处理出的。 想到这里,宋老二从回到了牧师中间。 他抬头看着上方那一小片亮的出口,说道。 我摆了我摆了。 我们能出了。 我们一定能出的。 说着他取出了身上的全部绳子,说道。 但而你带着全部的绳子往上爬。 一往上爬,别停。 你信我你一定能出。 等你出后,将绳子固定好。 我们再出。 二哥,可我们前不是已经试过好几次了吗? 但而有些不太白。 宋老二却是道。 先别问那么多,你要是能出,那就证我的推测是对的。 等我们出后,我会和你详细解释的。 但而见宋老二说道信誓旦旦。 也不废话,当即将绳子在身上固定好,一端由宋老二拉着。 他自己就朝着上面爬了上。 才爬了两层,但而就惊呼道。 二哥,真的能出。 那出口越来越大了。 二哥你们等我。 但而说住又往上爬了两层。 果宋老二和秦阮就看到。 但而的身体已经将出口给堵住了。 等出口再次出现的时候,但而已经出现在了出口外面。 只有一个脑袋从外面看着他们。 二哥我出来了,绳子也固定好了接下来怎么办。 但而在上面喊道。 宋老二喊道。 拉秦阮上。 同时他看向秦阮道。 记住了,拉住绳子。 不要踩这里的任何东西。 尤其是地面碰到没关系,不要踩也不要压,不要借力让但而把你拉上。 秦阮虽不知道为什么,可还是点了点头问道。 那你怎么办? 宋老二道。 等你们上后,再拉我上。 秦阮虽有些担心,可也知道这时候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 只能点了点头。 但而的力气很大,仅仅用了十分钟就将秦阮也拉了出。 最后是宋老二。 但而和秦阮一起动手将他以同样的方式给拉了上。 当宋老二从出口里钻出来的时候。 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了。 他躺在地上,呼吸祝先的空气,整个人顿时就笑了。 秦阮眼睛红红的,没好气道。 你还笑,我们差点就要死在里面了。 我不管你不准再盗墓了,跟我回家。 宋老二闻言确实也不答,只是躺在那里傻笑。 秦阮气的没好气拧了他一下。 你好笑被你气死了。 但而在一旁也是傻笑,问道。 二哥,这底是怎么是啊? 你是你怎么知道我能趴上来的? 宋老二笑道。 我当然知道,为我经明白了这机关底是怎么是了。 我笑一是为我们都活着出来了。 二就是我经搞清楚了这里的机关特点,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拦我到了这座古墓了。 等我们准备一下,来个三道战国墓。 这第三次,我一定要到了它。 啊? 还来呀。 但而听得都不无语。 一旁的秦阮更是气得揭揪住了宋老二的耳朵。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。 我让你跟我家,你还来盗墓。 宋老二疼得咧住嘴道。 轻点轻点疼。 我说大小姐,我两手空空你家干嘛嘛。 且你难道不觉得,这种包洋葱一样的一层层解开这股墓的秘密很刺激吗? 等我到了这座墓发上一笔财,我绝对金盆洗手跟你家嘛,秦阮文言这才略有缓和。 他其实很清楚,宋老二这种盗墓引的人想要不下墓很难。 可他既然能说出这个墓结束了就金盆洗手和自己家。 这还是和让秦阮很欣慰的。 至少他也不是不肯为了自己改变。 但二在一旁道。 那什么二嫂,要不然你把我也收了吧。 你看你们家还缺什么伙计,打杂,烧火,打架,耍流氓咱都会。 秦阮文言美好气道。 那你就帮我劝劝你二哥,年纪轻轻的怎么就非要盗墓呢? 宋老二见在说下,连蛋儿都要反水了,忙道。 了了,咱们不都说好了,这是最后一次了。 折腾一晚上了,肯定也都累了,咱们休息吧。 走走。 当下宋老二就带着两人赶紧下了山休息。 使准备这三道战国墓的事情。 宋唐说这里,就不再说了。 他和天真几个人无聊。 正坐在甲板上钓鱼。 由于舰艇是在开动的。 所以这样钓鱼基本上是不可能钓到的。 几个人也实在是无聊,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。 不过不得不说,虽然这样基本上钓不鱼。 可有些时候运气来了那真是挡都挡不住。 这部胖子还是钓上来了两条大石斑。 正和飞鹰商量住,晚上做个鱼头锅请大家好好吃一顿呢。 天真对这些没兴趣,见宋唐不说了,就问道。 怎么不讲了? 那宋老二还没解释那战国目的是什么机关呢? 你好歹把这个讲完呢。 小哥没说话,不过也转头看了宋唐。 意思很明显,你得讲完。 播间的粉丝们更接。 此刻都在骂那唐宝你知道吗? 发图不留种,咳咳万人同。 啊对,截图没连接,肥皂地上捏。 故事不讲完,天天光棍节。 唐宝,你讲是不讲。 宋唐无奈道。 得得,我怕了你们了。 我也没说不讲啊。 只是这古墓的机关解释起来,还是用现在的话解释更清楚。 毕竟宋老二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没有,解释起来大家可能听不懂。 所以我不是不讲,是准备以现代的角度来讲。 天真和小哥放下了鱼竿,显然就等他解释了。 宋唐整理了一下思绪说道。 这个机关,其实真的并不难理解。 只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太紧张,以至于很难想明白其中的猫腻。 按照现代的说法,这个机关总结起来就四个字。 沙中魔轮。 沙中魔轮什么东西? 沙子之中有摩托车吗? 胖子从远处走了过来,笑道。 唐老弟,你可得好好说。 今晚胖爷请你吃石斑鱼头锅,飞鹰那边我都说好了。 你要是不好好讲,今晚你就吃榨菜。 宋唐无奈一笑,说道。 我不是正在好好说吗? 什么沙中摩托车,那叫沙中摩轮。 战国古墓以沙石防盗为。 尤其是贵族古墓,沙石防盗机关几乎是必备之物。 想要制作这些沙石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。 所以但凡有大量沙石的古墓,墓人身份地位恐怕都不会太低。 所以秦软的分析是对的,这座古墓的墓人身份必然不一般。 为何说这古墓的结构被称之为沙中摩轮呢? 按照宋唐的解释就是。 这处战国墓的规模恐怕不小。 至少深度最少得有15米以上。 整个空间都填充了大量的海沙。 那些相互压在一起的墓室,就别埋在海沙之中。 战国墓唯有海沙防盗这个特点。 所以一般墓室的解构是。 墓人的棺材放在最下方,然后上面填充海沙, 然后在海沙之中防止移关,来迷惑盗墓贼。 盗墓贼在海沙中玩了上面的假棺材,就会以为挖了正。 其实不知道,这正的棺材还在下面呢。 这处战国墓更绝,将墓室取代了一棺。 且做了环环相扣的墓室,这是要让进来的盗墓贼永远无法出啊。 他之所以能实现困人的能力。 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利海沙非常细腻, 不论什么东西掉尽,时间一长都会被海沙所吞没这些墓室本就处于海沙环绕之中。 墓室本身量就极大,在海沙之中会逐渐的下沉。 这九件墓室其实并非是真的相互叠压。 它的结构其实类似于如今游乐园内的摩天轮。 也很像是田间地头的自动送回转轮。 简答来说就是,在没有盗墓贼的时候,九间墓室会在海沙之内缓慢地转动。 这用的是自身墓室的量。 转动之后,墓室外面肯定有类似于送水转轮一样的结构。 能将最下方的海沙带上来,从保证整个墓室周围的海沙是流动的。 不至于海沙沉积,从让整个机关失效。 带上来的海沙有一部分会抵达山顶。 这也是为何山顶上的沙子都这么多年了。 却始终都没有为盗洞的出现,全部流淌完。 为古墓本身的机关,就在不停地往上运输海沙。 宋老二他们一旦进古墓,那么机关的速度就会增加。 为他们的体破坏了那种缓慢的速度,让速度增加了。 这就是为何他们第一次进第八层墓室能出来,第二次进第六层墓室口却是不见得远。 唯第八层他们待的时间短,近一看就出来了。 可第六层他们待的时间太长了。 以至于机关启动,墓室开始下沉,所以上面才出现了新的墓室,将出口给挡住了。 为他们三个人量加在一起狠,所以当他们所在的墓室抵达整个机关最底部的时候。 这墓室就不会再动了。 那么他也会被永远困在最下面。 一旦他们往上爬,那么上面一间墓室就会重新下降抵达底部。 下面的墓室就会被推另外一侧。 所以这就他们无论怎么追逐,却是始终靠近不了出口的缘。 他们虽然将每一层墓室都炸出了窟窿,能透过窟窿看上面的出口。 可却是始终无法靠近,为他们上一层,时墓室就会下降一层,让他们始终处于整个机关的最下面。 试问如何能上来。 至于最后为何他们能出来。 其实很简单,但二一个人上,那么宋老二和秦软的体加起来肯定比他大。 所以他一个人往上爬,机关还是不会动。 等弹尔爬上之后,将绳子固定在古墓外,这个时候他拉动秦软时,秦软不借墓室的力量,就不会行压力,所以他自然也能被被拉住。 最后的宋老二其实也是这个原理。 但是最后的他,必须速度快一点,否则古墓未没有外力界,会心缓慢启动。 最后将口给遮挡住,好在他们动作快,所以最后都安出来了。 说这里,宋堂深吸了口气道,事情就是这样。 这种结构类似于摩天轮,只不过是在海沙。 所以称之为,沙中摩轮。 你们明白了吗? 我好像白了。 胖子抽住烟一脸无奈。 显然他还是不太白。 宋堂看了一眼直播间,发现粉丝们也是有很多人不太懂。 不过还是有一些思维敏锐人跟上了宋堂解释,白了他意思。 天真显然也白了。 至于小哥他倒是没说话,不过正在正在专心钓鱼,显然也是精白了。 宋堂看着直播间笑。 这一个故事都讲了好几天了,天我们就要抵达木的了。 我就不解释了,没听懂朋友可以在直播间问问其他人。 天真问。 这故事恐怕还没完吧。 宋老二显然还是准备继续,这三道战国墓什么时候讲。 另外之前提到,那公子契级所用妖术,你也没说呢。 宋唐文言一笑说。 没错,三道战国墓肯定是有。 至于这公子契级妖术,其实也没什么。 不过还是等有空讲三道战国墓时候再说吧。 我们天就到地方了,这里距离沉船位置经不远了。 今晚吃个鱼头锅好好休息一下,剩下等到了古墓里,我找时间和你们说吧。 宋唐讲了两天,也着实是口干舌燥。 现在说话嗓子都有点疼。 毕竟不是专业播音员,说这么多话难免。 好在故事经暂时告一段落。 天真也就没再强求。 几个人就专心钓起了鱼。 下午时后,胖子又收获了一条大肥鱼。 不过天真显然对此没兴趣,于是就和宋唐聊了聊关于那战国墓结果推测。 他问。 关于这战国墓结构,以及墓主人真正棺材位置,你是怎么看? 宋唐文言沉思了片刻说。 我感觉,他们距离主墓室不太远。 这主墓室,可能就在这处摩天轮结构墓室中间位置。 如果把这个古墓比作一个圆,那么这个墓主人位置就在这个圆心。 只是想要怎么进去,我就不说了。 还是等回头和三道战国墓一起讲吧。 至于这么推测原因其实也很简单。 如果这个墓主人棺材不在这个圆心,那么整个古墓结构恐怕会更加复杂。 而一个贵族古墓是不可能复杂到媲美皇陵。 他将大不注意力放在了防盗上,那么自己墓室位置就不会太远。 不然当时皇帝要是知,他见了一个媲美自己皇陵古墓,皇帝能乐意。 天真文言点头,也觉得有理。 只是想要知具体情况,还得等了。 以及那公子契级妖术到底是什么。 这些恐怕只能等宋唐回头讲述三道战国墓时候,才能知了。 众人难得放松,于是剩下时间便没再讨论关于战国墓事情。 其实宋唐讲述这些,也只是为了表达为何他这才非要携带这诡计一罢了。 而听了这么久,天真似乎经有些能理解了。 不够对于胖子,要求自然不能太高。 这家伙始终就是想不通,为何探幕还得准备这么高科技产品。 于是就问。 唐老弟,恕我直言啊,我还是不太白。 你说这古墓诡异,难这所谓诡计仪就能破解吗? 这是个什么理? 难三维建模就不吗? 直播间粉丝们大步都和胖子是一个想法。 文言也都很是好奇。 宋唐苦笑。 这个事情,我现在和你们说,确实显得有些苍白。 不如,等咱们到了地方,实地给你们掩饰一遍,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清楚为何要带着诡计仪。 而不是选择三维建模设备了。 那也反正胖爷我是想不懂,到时候你受累给掩饰一遍。 也好让胖爷我常常见识。 胖子。 晚上时候,飞鹰安排后勤布置,给大家做了两大锅鱼头汤。 其实比起以前,他们现在条件都经好很多了。 飞鹰这次带式建船,所以船上物资都很丰富。 胖子看着鱼头锅里竟然还有鱼丸等涮菜,不由则舌。 这东西放在以前哪里敢想啊? 这真是时代在进步,不服不阿。 是不天真。 天真文言也是无奈苦笑。 想起当初他们第一次来这里时候。 连船都是破破烂烂,再看看现在这满是高科技建船。 真是不服不渝头锅一共做了两大锅。 飞鹰等人一锅,送唐几个人一锅。 这也不是恐。 主要是飞鹰等人要轮流巡视,所以那他们那边单独做一锅也方便。 而且送唐几个人在一起聊天,有些事情还是不太方便直说。 所以只有他们几个人,也会更加方便。 这吃一上桌,话就少三。 胖子拿了瓶从飞鹰那里要来摆酒给众人满上。 天就要抵达木的了。 所以今晚众人还是很放松,便都多喝了几杯。 送唐酒量非常不错,这主要得意于他前世练出来。 那个时候不是盗墓,就是喝酒这酒量自然不差。 胖子和天真虽然也不错,可在送唐和小哥面前,最终还是败下阵来。 尤其是胖子,没多久就跟死猪一样躺在了甲板上,打起了连天呼噜声。 天真很快也钻进了睡袋里睡了起来。 送唐见状也懒得去收拾残局,找了个睡袋也睡了进去。 倒是小哥,靠在一旁甲板上也不知在想什么。 他这样职业宗人员,送唐自然不会多管。 有时间去考虑他安慰,不如考虑考虑自己怎么办。 这是送唐对他态度。 因为这种人根本就不需要他去操心。 喝了些酒,这入睡就很快。 加上周围还有飞鹰等人,送唐本以为自己这一觉就算不睡到天中午。 但是至少睡到天早上是肯定没问题。 到时候只需要睁开眼就能开始下海发财了。 结果谁知,就在他睡正寒之时,忽然却是感觉到有人在推自己。 送唐自从开始下目,除非是在酒店里,否则是根本睡不深。 被人一推立刻就惊醒了过来。 他忙坐了起来,顿时看到一旁小哥正在推天真和胖子。 天真惊起来了,不过还有些猛逼。 胖子则是睡得有些沉,小哥退了好几次都没反应。 反而是被胖子一把手给拨开了。 小哥见状也不再管他,跑了过来低声。 那边有情况。 送唐此时经彻底清醒了过来。 忙顺着小哥指方向看了过去。 这一看之下他也不由脸色一尘。 只见整个舰船之上,不知何时竟然灯光大步都灭了。 只有在舰船甲板最前方,有一盏发黄灯泡还亮着。 宋唐厅飞音说过,这是警示灯,拥有单独电路和发电装置哪怕整个舰船都没电了,它还是有电所以不论什么情况下这警示灯都不会关闭。 可现在是什么情况? 为何其他灯都关闭了? 而且怎么没听到有人在巡视声音呢? 我说,抵什么情况? 天真此时也不由紧张了起来。 眼看就要抵达墓地了,怎么还出了这? 不过想想也是,越是靠近墓地,就越是不能放松毕竟那沉船海底墓诡异,他们可是早就知道。 而且当出铁三角出来之时,将海底墓给炸了。 如今海底墓底有多少斜碎跑了过来,根本就没人知道。 保不齐他们这就是撞邪了。 小哥似乎也不清楚发了什么。 只是一直看着黄色警示灯方向,似乎那边有什么动静。 宋唐见飞鹰等人不见踪影,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 当即招呼道。 我们先躲起来看看情况再说。 说着他就招呼小哥和天真一起,躲在了甲板上水箱后面。 这水箱大,三个人缩在后面只探出了头去看警示灯。 这一看之下他们都有些傻眼了。 只见胖子还在睡袋里憨声如雷呢。 他们跑过了,竟是把胖子给落在了那里。 天真刚想过去,呼就被小哥一把按住了。 几乎时,宋唐也看一只漆黑手,竟从剑船头部外面探了出来。 那只手齐黑无比,就似上面裹了一层黑色淤泥一样。 那手牢牢抓着剑船边缘围栏。 时他们就听了一连串咕咕咕声音。 那声音就像蛤蟆一样,非常难听。 天真看有些急了。 牌子睡袋位置就距离那边不远,最多也就六米样子。 要是这个时候再过不去,等那些东西爬上来了谁知道会发什么。 而小哥却是按着他死活不让他过去。 这个时候一旦过去,谁知道会发什么。 要是打草惊蛇之后,那东西因为害怕直接跑了,还。 可要是那东西汉不为死直接冲上来,那天真不就倒霉了。 宋唐剑撞从一旁抓过了一条绳子。 那绳子是用来固定东西。 宋唐快速将绳子解开,后从水箱一旁折断了一条铁丝,将其拧成了一个钩子绑在了绳子上。 在他甩动之下,快钩子就甩倒了胖子睡袋上。 他运气还不错,钩子在滑动了一下之后,裹勾住了胖子睡袋。 宋唐用力拽了拽,希望能将胖子拽醒。 而这家伙却是翻了一个身,后继续打起了呼噜。 那钩子本就勾不紧,胖子这一翻身钩子顿时就脱落了下来。 而胖子呼噜声似乎是刺激了那东西。 只见又是一道黑色手掌瞬间从下面探了出来,牢牢抓住了栏杆。 而就在他们以为那东西要上来时候。 呼他们竟是看了第三只,第四只,第只。 煞时间竟足足有八只手掌抓住了栏杆。 不知道那下面底还有多少这样东西。 天真忍不住想要喊飞鹰。 而就在此时,他们竟是震惊看。 树道黑影竟直接从舰船之外跳了上来。 那东西体型的比一个成年人都高。 而且一下子竟跳上来了足足四只。 那边只有一个昏暗黄色警示灯。 根本就看不清楚那底是什么可一下上来四只盒也太害人了。 小歌手已经摸了后背上那柄有些短骨。 显随时都会动手。 宋唐摸了一遍心中苦,他身上竟没有能用衬手家伙。 他们看着那边一动不敢动。 而那边四道黑影却是已经被胖子呼噜声所吸引, 竟悄无声息朝着他那边就摸了过去。 这一下,众人不由紧张了起来。 这死胖子怎么一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 人家都快能摸他脑袋了,可他竟还魂不知。 由于那些东西已经上来了,示意宋唐等人更不敢妄动。 这个时候一旦被发现,爆发一场恶战恐怕是在所难免。 而最重要是,胖子还在那边。 他们一旦开打,胖子恐怕根本反应不过来就得中招。 就在他们心急如焚石后。 呼宋唐却是看。 黑暗中,其中一只东西竟朝着胖子脑袋凑了过去。 在警示灯照耀下,他们这次看一清二楚。 那探出头东西,果不是人而是一种通体常驻。 暗绿色皮肤怪物那东西耳朵似豁口,嘴巴也有裂痕,嘴里满口疗牙只是看着都让人心惊胆寒。 而天真看这东西瞬间,整个人就猛了。 他盲看向了一旁小哥,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 仿佛在说你认出来了嘛。 这东西我们见过是海猴子小哥示意他别着急, 这个时候一旦乱动,恐怕胖子就得遭殃了。 宋唐虽不知道那是什么,可心中却是已经猜测八九不离时了。 能让天真有如此大反应,这东西除了是他见过还能是什么而当初来海底墓时候, 他们见过这种怪物。 恐怕也就只有海猴子和这东西最为贴切了只是宋唐不明白是, 什么时候海猴子竟开始组对动了。 而且还一下来了四只。 难道他们是来找天真报仇? 当年天真他们杀那只,难道是他们老爹爷爷之类? 那这可真是冤家路宅爷就在他们心中焦急该怎么办时候。 呼胖子竟在睡袋里发了个非常响亮屁。 而几乎是那几只海猴子竟都被他那批动静给吸引了过去。 其中一只距离他最近海猴子,更是直接抬起了墨绿色手臂。 似乎随时都会抓下去。 这海猴子虽体型和人像,可他毕竟不是人这一爪子要是下去,恐怕就算胖子不死也得脱一层皮了。 几个人看心急如焚,可却是偏偏根本就没有办法。 此刻他们一旦出去,恐怕只会更麻烦。 毕竟他们首先要保证是胖子安全。 如果无法保证胖子安全,那其实还不如不出去。 毕竟就目前而言,这些海猴子并没有伤害胖子。 而众人知道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久。 因为其中一只海猴子,已经探出了那尖锐爪子,朝着胖子肚子附近凑了过去。 他时候骑,这底是什么东西? 怎么睡觉时候还在上下动呢? 眼看那海猴子锋利爪子即将就要刺下去。 以他那爪子锋利程度,这一下要是下去,恐怕胖子瞬间就得被开膛破肚了。 小哥已经将后背上鼓拔出来了一寸。 整个人也紧绷了起来,险随时都会动手。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。 呼指听砰砰砰树道枪响猛响了起来。 几乎十送堂就看。 那只海猴子手掌顿时就被打爆了。 黑暗中树倒如火蛇一样东西一闪而过。 这显示有人开枪了而且还不止一枪。 三道枪声响起,顿时其中两只海猴子已经倒在了地上。 另外一只手掌也没了。 只有一只没有中弹,此刻这两只海猴子转身就要跑。 可跟着又是两道枪响。 顿时那两只也中了弹,可惜他们已经跑了甲板边缘。 中弹之后直接就掉进了海不见了踪影。 宋堂转头看去。 只见瞬间整个甲板上灯就亮了起来。 石飞鹰等人正站在不远处,冲着他们打手势呢。 似乎在示意他们没了。 天真忙跑了过,上就是两巴掌。 将胖子给打醒了过来。 胖子坐了起来,看着天真还有些猛逼。 过了半天才说道。 天真是你呀,他娘的刚才胖爷做了个梦,正和小翠玩呢。 这臭婆娘上就给了胖子爷两巴掌,我又没摸他。 你怎么来了? 地方了吗? 哎这天怎么是黑的? 天真没气到。 玩你妹呀,那两巴掌是我打的。 你睡觉能不能别睡那么死,你看看这是什么,命差点都没了,还做梦娶媳妇呢。 胖子一冷,顿时也看了旁边的海猴子尸体。 且还是足足两只,顿时就吓得他忙站了起来。 我靠什么情况。 飞鹰等人此刻也从远处跑了过来。 宋唐和他们聊过后才知道底是怎么回事。 来,昨天晚上他们睡下后。 整个舰船上的灯就已经灭了。 虽这是舰船,可毕竟没有后续补给船过来。 所以为了省电,他们晚上是只开警示灯的。 且其实也没必要所有灯都开。 为舰船带有雷达系统,如果真的有船只靠近是能提前察觉的。 但是对于海猴子这种东西就没什么用了。 除了雷达外,他们晚上还有人轮流值班。 每次四个分别巡视舰船的四个位置。 这样的保障措施,其实已经足够了。 除非是碰海盗,不有什么危险肯定都会提前发掘。 刚刚负责巡视他们这边的队员的确是发现了问题。 他先是听了舰船附近有响动,可雷达根本发现不了。 于是他就立刻通知飞鹰了。 结果就他通知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宋唐等人的事情。 最后飞鹰等人及时赶。 这才没有发生更严的后果。 飞鹰看着那两具海猴子的尸体,也是咋舌。 上镜真的有这种东西。 我还是第一次见。 旁边一个战士说道。 这东西我见过。 我前海上执行过任务见过一次。 不过听前辈们说,这东西很少见的。 且一般不会上船,怎么这次竟爬上来了。 飞鹰文言看了看周围。 这海猴子上来肯定不是为人。 要是为人他们直接袭击其他方向的战士不更。 毕竟其他方向都没灯。 当了,这可能也是一种巧合。 毕竟海猴子哪里知道灯是什么东西。 飞鹰最后看了百亿旁还没收拾的鱼头锅,说道。 可能是这东西引过来的。 昨晚鱼头锅那么香。 宋唐等人闻言有些尴尬。 昨晚他们喝多了,也就没收拾。 胖子道。 这不可能吧,这海猴子水里还能闻鱼头锅的香味。 何况,昨晚你们也吃了呀。 飞鹰文言笑道。 不意思,我们昨晚吃饭后就收拾了。 这是纪律。 胖子文言有些尴尬。 天真打圆场道。 了了,人没事就行。 那我们也赶紧收拾一下吧。 对了,这些海猴子尸体怎么办。 飞鹰文言看行了一旁的宋唐。 这些东西虽是海洋生物,可毕竟长得奇形怪状的。 飞鹰线似乎只要是奇形怪状的东西,都喜欢来问宋唐。 宋唐看着海猴子道。 卖了吧要不。 就这么丢了简直太浪费了。 海洋生物研究院应该对这东西感兴趣。 等天亮了,我问问要是能卖了时候就给你们。 飞鹰摇头道。 我们有津贴,这个就不必了。 宋唐道。 别别,要不是你们出手,胖子可能就要这里被开堂破度了。 这东西卖了,钱必须得给你们。 且我们的地方东西字不少,也不缺这些。 飞鹰兄弟这要是还推辞,可就见外了。 飞鹰见状也就没多说,谁会和钱有仇呢。 宋唐有一交,他字也就没推辞。 行了,你们两个将这海猴子尸体收拾一下,交给唐老弟。 旁边两个队员听有钱分,也不由来了尽。 他们上前将两只海猴子尸体抬了起来。 这家伙的尸体集。 两个人也只能勉强抬起来一具。 就他们将其中一具海猴子尸体抬起来的时候。 呼一道黑影竟从那海猴子的后脖子上飞快地冒了出来。 那黑影速度极快,几乎是瞬间救了其中一名战士的胸口。 且竟还往上爬。 那战士吓了一跳,忙松开了海猴子。 可等他想要抓那黑影的时候, 呼一只手已经从一侧探了出来。 瞬间将那东西给捏了手里。 众人转头看,只见是站一旁的小哥。 小哥两只齐长的手直接捏住了那东西。 众人定睛看,这才发现。 小哥捏住的东西竟是一颗只有拳头大小的人头。 那人头上面五官分明,甚至还有嘴巴。 不过此刻显得很是痛苦。 这脑袋两侧,还藏住两只干瘪的手臂。 此刻已经抓了小哥的手臂上。 可他根本就挣脱不开。 脑袋被拿捏住,连力气都视不出来天真看这东西惊呼道。 人面脸,怎么是这东西? 人面脸。 胖子文言也是一愣。 宋唐不由地来了兴趣,示意众人让开。 他独自将另外一只海猴子也翻了过来。 我顿时就看,这只海猴子的后脖梗上果也趴着一只奇形怪状的东西。 那东西看宋唐当即就要跑。 宋唐哪里会让他跑掉,学着小哥的样子直接捏住了那东西的脑袋。 果,那东西的手掌虽拍打,可并没有什么力气。 宋唐将那东西捏自己的面前仔细看。 这才发现,这人面脸所谓的五官。 其实就是五个窟窿。 只是长得很像是人的眼睛鼻子罢了。 只有奇形并无奇神。 天真道。 我曾听人说,这人面脸是一种骨。 要不还是丢回海里吧。 胖子文言道。 听谁说的。 不会是阿宁那个臭婆娘吧。 她的话你也信。 这种药吗? 天真反问道。 难不成你还留着这东西将彩礼娶媳妇啊? 胖子文言顿时笑了。 哎天真你还别说,你这话提醒我了。 我们可以把她卖了呀。 这玩意如此罕见,生物研究院的人肯定喜欢。 唐老弟,你说是不是? 宋唐文言笑道。 没错英雄所见略同。 送上门的钱都不赚,那不是施宝了称的。 且我感觉这些人面脸的出现不是巧合,我们距离陈传木越来越近了。 这东西估计也和陈传木有关,我们还没,这货就开始上了。 恐怕这次想不发财都难啊。 天真见他们还真要拍卖这东西,也是无语。 不过他也懒得管,这东西只要逮住了也就那样宋唐和胖子一合计。 当即让飞鹰安排人找了几个玻璃瓶过来。 将人面脸给塞了近后江海猴子的尸体整理此时天还没亮,直播间大部分人都睡觉。 这拍卖嫌得等天亮后才能进行了不过今晚经过这事,飞鹰等人嫌也没心情睡觉了。 于是就招呼宋唐等人休息。 天亮后了地方,就该他们忙活了。 这夜还是他们由他们来守的宋唐也不矫情,当即就带着天真等人回了船舱里休息。 虽这里比较闷,但是也过外面碰海猴子偷袭夜早上,宋唐起来的时候,胖子和天真经早早的起来了。 可能是知道今天早上要卖货,所以胖子这家伙比平日倒是勤快了许多。 只是宋唐有些无奈,难道这胖子还以为这海猴子和人面莲会很值钱吗? 这东西并非什么古董玩物,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宝。 其价值宋唐看来,恐怕不会太高。 尤其是那海猴子。 民间早就有奇的传闻,虽然大家都几没见过。 可这东西也就是看个新鲜进,等这新鲜进过了,谁还会选择花钱来看。 所以这东西,最终的去处还得是海洋物研究所。 价值自然也不会太高。 至于这人面莲倒是更加少一些。 可说到底也只是一些奇怪的海洋物。 其价值也恐怕不会太高。 参考当初秦岭的吃股,卖出去的价格也才每之五万。 这人面莲的价格,恐怕也就这样了。 洗漱完毕后,宋唐便上了甲板。 胖子竟是京江拍面的场地都布置了,就差宋唐来卖货了。 天真则是拿了些吃的递给了宋唐,说道。 我问过飞鹰了,一个小时后我们就能抵达目的地。 考古队的船慢我们三个小时。 等我们探明了那沉船的位置,他们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 宋唐点头,这考古队都是很注意分寸。 没有结合他们同行。 毕竟盗墓颁布后,第一个找到古墓的人,才是第一发现人。 如果这些考古队的人和他们同行,到时候发现了这股墓,他们要是非要硬说是他们发现的。 这情可就解释不清楚了。 所以跟后面,也能狠得避嫌。 至于飞鹰等人。 宋唐自然相信他们不会来争抢这些。 作为训练有素的退伍兵,宋唐自然不会怀疑他们的作风。 简单吃了些东西,宋唐便准备开始卖货了。 波间一晚上都没关,此刻波间很多粉丝都讨论昨晚发的情。 昨晚知道这情的粉丝也不少,可大部分都是休息。 所以早上起来后,这情才开始发酵。 尤其是听说昨晚宋唐他们猎杀了两只海猴子,还找到了什么人面帘。 这让很多金主都早早地过来蹲守了。 宋唐甚至看到了大金牙和明书,以及琉璃孙。 不过乔二爷倒是没看到。 想来他可能知道这次卖的东西不是玉石,所以就没来。 对此宋唐倒是没什么。 本身这次拍卖的东西就是开胃菜。 算是为这次海底木鲜暖暖肠,所以来的人不全也没什么。 唐宝,你昨晚没吧。 是啊唐宝,早上起来听到昨晚你们出,我都担心死了。 谁不是啊,太吓人了简,没想到这世上真的有海猴子啊。 对呀,话说那人面帘又是什么东西呀。 见波间的粉丝们一个个还后怕。 宋唐笑道。 我没,非因他们技术很过硬,解决那些海猴子没什么。 至于这些是什么东西,还是等会拍卖开始再说吧。 我先准备一下,咱们十分钟后开始拍卖。 宋唐说完就招呼胖子先和波间的粉丝们聊天。 他则是来到了昨晚补的的海猴子和人面帘前。 既然要卖货了,自然是少不了系统的一番探查。 自己的估价只是自己目前经验的积累。 这东西准确的价格,还得靠系统来给。 而且系统还能检测出这东西的出处来历。 说不定还能看到一些意外的信息呢。 想和,宋唐便没再多等,看了海猴子的尸骸。 而很快,海猴子的信息也就冒了出来。 物品名,海猴子尸骸。 价值,预计一万只。 来源,一种活海中的海兽,其形如骄,其貌如人,凶残嗜血麒麟可要。 看着介绍宋唐不由的泽舌。 果然和自己推测的差不多,那么这人面帘的价格看来也没跑了。 想着宋唐看了一旁装玻璃瓶内的人面帘。 物品名,人面帘。 价值,预计五万只。 来源,一种渴水中活的蛊虫,可通过附着宿主的后搏梗,从而控制宿主的动作,有一定危险性。 果然。 和秦岭时候碰到的吃蛊价格一样。 这种蛊虫梅只能给到万的价格精算是不错的了。 毕竟这种东西的数量亦都不少。 只是由于活海中,所以平日并不太能经常碰到罢了。 心里有了数,宋唐也就没耽搁。 此刻胖子精和粉丝们聊了很久。 于是宋唐就冲着他做了个手势,示意可以开始了。 胖子点头笑道。 那什么,接下来胖爷就先不和你们砍了。 咱们马上就要抵达墓地了。 此前,咱们先拍卖一些小东西,暖暖厂。 有兴趣的老板们,可以关注一下。 说罢胖子就招呼宋唐上场。 这也不是第一次卖货了。 宋唐也早就有了经验,他接将后面的海猴子尸体让了出来,然后笑道。 咱们这第一件拍品,便是这海猴子尸体。 一共两句,每句起拍价一万。 可以一起打包,也可以只要一句。 有兴趣的老板可以开始考虑了。 随后他又将另外一侧的人面帘也让了出来。 解释道。 这是人面帘,蛊虫的一种。 可以遥控宿主,所以想要购买的得自己小心点。 不然要是买回去,被他控制了从而做出什么奇怪的情,那可就不了。 这人面帘的起拍价五万美只。 和海猴子一样,也可以打包或者单卖。 有兴趣的老板可以考虑了。 宋唐说完便不再多说。 该说的也都说了,剩下的就看谁有兴趣了。 其实宋唐感觉,这东西最后大概率还得是官方接手。 毕竟明书这些商人唯利是图。 这种东西的价值并不长久。 而且出售价并不高,所以就看他们愿不愿意折腾了。 举个例子,这海猴子可能很多人都想看。 而波尖经满足了很多人的奇心。 那么一旦有人买回去,作为展览品出展,这个时候想看就要收费了。 投资万,可能展览时间长点还能转回来。 可问题是,你后续需要投资的并非只有万。 海猴子尸体极容易腐烂,买回去还得做防腐处理。 还得制作展规,将来全国各地到处跑的展览。 这都需要成本。 哪项青铜顶,网博物观一放,只能游客自己来看。 这其中节省了多少成本都是不能细算的。 果然,宋唐说完后。 波尖就没人说话。 过了一会大金牙才波尖说道。 唐老弟,恕我言哈。 这海猴子的尸体我们买回来虽然不至于赔本,可其实是赚不了几个钱的。 道是那人面帘,你要是能将其养法附赠给我们,我们可能会守。 毕竟这死了的东西,和活着的还是有些差距的你说对吧。 宋唐文言无奈道。 金牙前辈,并非是我不肯。 主要是,我也不知道这人面帘怎么养。 时不行,我等等,等他死了再卖也成。 大金牙苦笑道。 这死了可就不值钱了。 实话实说,你这个是直播。 这种充满神秘色彩东西,经过了直播本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去看了。 所以这东西买回来,其实根本赚不到钱。 金牙我说话直,唐老弟你别介意哈。 我觉得你不如联系一下纪念小姐姐,这种东西卖给官方研究所,还是有市场。 宋唐点头。 大金牙这话是实话。 他也是这么想。 只是纪念小姐姐一直不说话,宋唐也不知道他是否在看直播。 没想到,大金牙话语刚落。 纪念小姐姐果然就出现了。 我正在联系海洋研究所。 这东西他们会感兴趣。 只是不知道养活之法,这人面帘买回去岂不是也会死吗? 价值倒无所谓,可对于研究来说,如果能养着他们,那研究价值也会更高一些。 宋唐点头。 这事情我也实在是没办法,我毕竟不会养骨。 不如这样,你们先买回去,这东西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死。 你要是担心,就买几只猪,让它趴在猪脖子上,这样应该能多坚持几个月没事。 期间可以在全国征集养骨之人,让他们给你们出谋划策如何。 纪念点头,觉得这是个办法。 既然这人面帘擅长趴在宿主后脖梗控制宿主。 那想来买几头猪给他玩着,应该不会这么早就死掉。 龙国其人意识众多,只要耐心找找应该还是能找到一些知道怎么养活人面帘其人。 心中有了决断,纪念也就没再耽搁。 本身这人面帘和海猴子也就不值多少钱和之前他们购买东西相比,简直就如同是赠品一样。 且说句不好听,就算这人面帘真死了又能如何呢? 这东西本身就具有一定研究价值。 就算真死了,他本身研究价值也还在。 又有什么可担心呢? 这东西我们要了。 纪念小姐姐说道。 宋唐健壮一笑说道。 还是纪念小姐姐爽快。 既然官方购买了,那就等后面考古队赶上来之后,直接将这东西给他们了。 他们应该有保存办法。 嗯? 纪念点头。 至于拉回去之后,是新给海洋研究所还是怎么处理? 那就不是宋唐要考虑事情了。 他只管找东西卖东西,从来不管如何运回去这事情和他无关。 宋唐这边刚刚将标签纸写好贴在对应物品上。 忽然见船上就传来了飞音广播声。 唐老弟请注意。 唐老弟请注意,我们目的到了。 听到这声音,不光是宋唐几个人,连直播间粉丝们都激动了起来。 等了好几天,他们终于是抵达了指定海域。 宋唐看向胖子道。 搭把手,把东西收拾一下,我们去看看。 胖子点头。 几个人拟忙将直播场地收拾好,然后就朝着甲板前方跑了过去。 此刻甲板前方,飞鹰带着几名战士正站在这里。 在他们前方,能看到仍旧是一望无际海域。 不过这一片海域颜色分比之前深了很多。 这种颜色海域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会出现。 第一就是这海域之下有非常深沟壑。 第一就是这海域之下有巨大东西。 只是肉眼想要看清楚显然不太现实。 几个人跑过来时候就看到飞鹰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。 那上面正显示住探测出来画面。 飞鹰道。 根据雷达探测显示,这海域下面有很多沟壑。 其中一处沟壑里面似乎有东西,但是沟壑太多对雷达信号影响很大。 具体无法探查清楚,需要下水去看看。 你们要是不着急,我可以先带人下去。 宋唐文言盲道。 这就不用了,既然已经抵达了墓地。 那么剩下事情就是我们了。 且发财人是我们,让你们去冒险说不过去。 海猴子和人面帘已经卖了,钱我会在出发前转给你们。 至于这后面,既然或是我们,那去承担这风险自然也得是我们。 飞鹰文言点头,也没再多说。 他知道宋唐不是那种小器人。 这么说也是真不想让他们去冒险。 并非是担心他们抢东西。 事实上飞鹰也不想去。 毕竟他根本不懂盗墓技术,带着自己队友下去一旦碰到危险, 可能会很麻烦。 宋唐能清楚这一点,他反和欣慰。 和聪人心谈,从来都不需要将事情说很透彻。 三言两语,对方就能你想要表达意思。 当下宋唐三人就回去准备装备。 同时将人面帘和海猴子钱给了飞鹰等人。 这些东西本就是飞鹰他们打到,自然得分给他们。 装备很多,尤其是这次下去,他们还要提防禁婆。 所以还得携带携带型喷火器,防狼电棍以及轨迹仪等等。 等他们将准备全部准备妥当之后。 几乎每个人都处于满负重状态。 好在等到了水里,这些负重也会相对轻一些。 只是动起来,可能就没那么敏捷了。 几个人将装备检查了好几遍,确定没有遗漏之后, 宋唐这才看着直播间说道。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,这就准备下去。 按照之前想法,这海底木可能有一部分地方处于未曾被水淹没区域。 所以,我大概想了一下,将海底木拍卖范围划分为淹水区,和普通区。 稍后我们会先经过淹水区,之前我讲述,什么云顶模型,做金身。 以及那什么青铜灵挡珊瑚树等等,可能都处于淹水区内。 这些东西保存情况我无法保证。 所以在再进之前我必须先说好。 淹水区起拍价两亿。 从现在开始起拍,截止我们进海底木被炸开口截止。 有兴趣老板抓紧时间。 一旦我们进海底木,这拍卖价自动作废, 到时候我会自己出钱让考古队帮忙打捞里面东西。 具体价值那可就不清楚了。 所以想要搏一搏老板,可不要过错这个机会, 说完宋唐也不管直播间已经炸开了锅议论。 冲住胖子等人一挥手,第一个已经率先跳进了水里。 胖子等人紧随其后,四个人先后落水。 然后朝着水下就潜了下去。 与此同时,他们就听到耳边响起了飞鹰声音。 现在测试耳机连接,唐老弟听到请说话。 听到。 好复卫,胖子听到请说话。 听到。 复卫天真。 飞鹰挨个做了耳机连接测试,确定众人都能联系上之后。 这才继续到。 好那动就正式开始。 我们会在上面等你们上来。 同时关注你们动向,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 预祝你们本次动,顺完成。 谢谢。 送唐大。